然後我一計之下 發覺原來我已經用了10年了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不知道大家平時早上起床是用什麼方法洗臉的呢? 有些人會用水 有些人會用洗臉膏、洗臉奶 我自己是偏向用洗臉膏的 但如果當我是很趕時間 要很快速準備出門的話 我就會用棉花去洗臉 怎樣用棉花洗臉呢? 就是把棉花沾一些水 然後就抹整塊臉 但是我用的不是普通的水 我用的就是包多瑪的傑膚水 話說我第一次接觸包多瑪的傑膚水 就是在中學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因為它看起來是透明的水 當初是覺得可以嗎? 是不是只是水來的? 有沒有效果? 乾不乾淨嗎? 極多疑問 但誰知道當我用了第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 嘩 為什麼會用它這麼舒服? 用完之後呢 皮膚感覺是很乾淨 而且不會很硬 然後整個感覺是非常之好的 超級之經驗 然後我一計之下 發覺原來我已經用了10年了 因為真的很好用 所以其實我家裡是有很多支包多瑪的傑膚水 所以我當是每兩三個月就用一支 一年下來我大概可以用了4-6支 所以10年間原來我應該也有用了起碼40支 其實這個數字都頗誇張 40支 我也想不到自己用了這麼久 然後我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我又是經常會漏大東西的 我卸妝產品是經常都會忘記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 如果是情況許可的話 就會旅途中 買回日系包多瑪的旅行妝 那在過去一個星期 每一天的早上 都會用到包多瑪的傑膚水去洗臉 那為什麼早上要用包多瑪的傑膚水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們臉都會有很多油脂 一些新陳代謝的殘留物 或者一些污垢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難用洗臉魚 你只用清水洗臉是不夠乾淨的 那因為包多瑪水呢 有買洗臉的技術 而且又是醫學級的純淨水 那所以你不用潔面魚呢 都是很乾淨的 而且比潔面魚呢 可以更加深層和溫和地清潔你的肌膚 那接下來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左邊面和右邊面呢 分別是用包多瑪的傑膚水 和一般普通的水去清潔 看看有什麼分別 那好了現在就是早上了 我就會用這個包多瑪的傑膚水去抹我的左邊面 用普通水去抹右邊面 看看有什麼分別 包多瑪 抹出來的棉花呢 就是都很黃的 就是這樣呢 一樣呢 都很黃的 用多一次 包多瑪的傑膚水去抹我的臉 看看會不會都抹得出什麼污漬出來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什麼髒的了 包多麥水 都可以抹到一些污漬出來的 那所以呢 單單用清水去抹臉呢 是不足夠的 你這樣 肉眼上看 好像不是說太大的分別 但是其實呢 抹出來 是有這麼多黃色的污漬的 那還有呢 包多瑪的傑膚水呢 它的卸妝能力都不可以少 那你在卸眼妝的時候呢 其實建議可以用這個傑膚水 倒進棉花道 然後在眼上敷幾秒 更加容易可以卸走這個眼妝 包多瑪的傑膚水呢 有賣色的水溶和油溶分子清潔技術 是具有這個高度的清潔力的 就好像是一個吸塵機一樣 是可以很輕易地吸走地上面的塵 所以呢 是更加容易可以帶走面上面的污垢 那還有呢 它可以石除99%的化妝品 和潔淨98%表面和基底的污染味 那吸塵機當然比起用掃包是乾淨很多的 所以呢 拜多瑪的傑膚水呢 是比起一般水 效果呢 真的乾淨得多的 可以做一個總結 就是用完這7天的包多瑪的傑膚水之後呢 我的感覺皮膚呢 是真的有變好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左右兩邊面 是有對比的 是可以比較的 因為呢 我的右邊面呢 大部分時間都用清水清潔 是有出了少少的暗瘡出來的 所以由此證明 包多瑪的傑膚水是真的具有非常高的清潔力 為什麼我用它用了10年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呢 就是說我皮膚好 其實本身呢 我都沒有特別留意我皮膚好是什麼原因的 我以為是 但後來發覺其實呢 是真的清潔你做得好的 其實皮膚就自不然會好 因為你清潔做得足的話呢 你之後上的任何的護膚產品呢 都可以更加有效地被你皮膚吸收 清潔就是護膚的第一步 我自己呢 就是已經長達超過了10年 是這個包多瑪的粉絲啦 不知大家有沒有用過包多瑪 不知你是不是也是包多瑪的內耗者呢 如果是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究竟人生裡面用了多少枝 看可不可以超過我先 和我比賽一下各位 好了 今天這個分享呢 就到這裡啦 喜歡影片的話呢 幫我來支持我啦 記得follow我的IG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更加多的動向啦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就不拍錯過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個漂亮的皮膚啦 那好啦 拜拜